國道上一轉頭 居然看見女警騎機車 一路鳴笛 在高雄高速公路上面 狂飆衝衝衝 可以睡覺嗎 這是國道耶 國道警察 後方駕駛看到 女警騎車上國道警呆了 馬上煞車讓行 女警打方向燈變換車道 在車陣中穿梭 好紅喔 這樣 誰在家 原來這是林園區 一輛轎車闖紅燈拒絕藍茶 衝上國道 女警一路未遂 屬於執行期間沒有違規 不符記查取締 闖紅燈 未打方向燈等 最高可處罰新台幣 三萬九千元 儘管不讓行人加重罰則 但台北依舊車禍頻傳 富人綠燈過馬路 走在斑馬線上 遭到左轉車輛攔腰撞上 頭撞引擎蓋傷得不輕 另一處路口 休旅車不讓行 行人氣到伸腳用力 往前踹過去氣炸了 而這名富人則是 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也完全不看左右來車 自己撞上校荒 整個人彈飛倒地 摔得四腳朝天 汽機車都會停下來 我覺得有開罰之後會有差 畢竟罰錢的話 要繳罰金會痛 台灣行人地獄幾乎天天上演 甚至還有轎車拒絕藍茶 女警騎車衝上國道 各種車禍取締現象 千奇百怪 記得台北高雄綜合報導